在那邊走喔 對啦 唉唷啦 看到了 欸 你們在幹嘛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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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景旋樓發現 怎麼大半夜的 有人在屋頂上亂跑 疑問 傻眼了 就是看到這邊很多寶梯啊 然後我們是做設計的 想說去取一點素材 什麼素材需要跑到屋頂 才能取得 遠景沒這麼好呼嚨 一查才發現 原來男子鬼鬼祟祟 全為了這個 二樓外牆全都不滿塗鴉 原來兩人所謂的素材 就是大樓外牆 拿著噴漆到處畫 警方發現 兩人這回一共帶著 29罐噴漆 準備大顯身手 但畫到一半就被發現 事後也被依設違法裁罰 但兩人不服 離開警局 又動起歪腦筋 走出派出所 沒反省 拿出立可白 在警用機車一路到 對警用機車及牆壁等等 寫上各種不雅字眼 遠景一看傻眼了 立刻將兩人 在意回孫等罪送辦 但檢察官認為 警車的塗鴉已清洗乾淨 沒有達到不堪使用 因此毀損罪 不起訴 無法構成刑法的毀損罪 但是仍然是會觸犯 社會資訊維護法 第九十條的規定 是可以儲三千元以下的罰還的 面對立可白挑釁 警方這回無能為力 但民眾可別抱持僥倖心態 畢竟塗鴉就是違法 萬一踢到鐵板 恐怕後悔莫及 就有一場油濤台北市場報 正常這晚上啦 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